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11月21号北剑桃园新闻 2011桃园县十大伴手礼 经过初选、网络票选 以及民众现场试吃等等多种关卡之下 结果终于出炉了 其中由父亲空除所制作的如意式礼和三度入选 现场吴志阳特别颁赠金赞奖给予肯定 2011桃园县十大伴手礼出炉咯 经过初赛、网络票选及专家到店评鉴等 阶段激烈竞争下 分别有毫米礼盒、蜜舰、甜甜圈等各项毫礼入选 县长吴志阳表示 今年的评选重点在于产品的地方人文特色与创意表现 因此希望亲自颁奖给予厂商鼓励 那我们这个十大伴手礼呢 我们会利用所有的行销管道 尤其是我们台湾县市国门之都 以及还有高铁、捷运、海铁等等 我们会用联合行销的方式 那当然得奖的厂商可以在他自己的所有的行销管道 加注他们获得桃园县十大伴手礼的这个评判 我相信对他们的这个业绩都有很大帮助 也提升大家对桃园县有很多好的优良的产品的这样一个认识 眼前这如意式礼盒更是三度获得十大伴手礼的殊荣 因此县长吴志昂更加赠金赞奖给予肯定 制作如意式礼盒的父亲空处表示 如意式的制作时间长达八到十天 因此对自家产品相当有信心 因为这个产品真的是一个农业精致化的一个产品 里面其实就是一个饰饼 那我们这个饰饼经过特殊的制程 一般饰饼大概是六天的制程 我们大概八到十天 让它饰饼完全脱色 然后我们再经过冷冻储存半年以上 那它在低温之下那个酵素慢慢分解 把那个淀粉充分分解成果糖 然后也让果香整个能够体会出来 半年之后我们经过解冻 再用手工把底部剪开 然后把纸质挖出来 里面再塞进去黑烫麻糬跟红豆线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工的手工精致饼典型 县府近年来极力推广MIT的优质产品 除了领选出代表桃园特色的在地产品 同时也希望借此塑造MIT桃印良品的形象与知名度 共同来行销桃园 记长俊佩桃园报导 2011桃园影展颁奖典礼19号在龙潭客家文化馆隆重举行 县长支持时特别感谢北剑等三家有线电视长期赞助 让桃园影展一年比一年更加盛大 培育更多优秀的影音制播人才 平正国中管弦乐团以欢庆盛会的曲风揭开了2011桃园影展颁奖典礼的序幕 今年共有46件作品入团决赛 角逐中英文校园小主播 好园地方记录影片 创意影片及校园新闻四大类奖项 在节目类别部分也增加了校园新闻奖 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教育 校园里面发生的点点滴滴 不仅是学校家长关心 事实上社会大众也很希望知道校园发生的事情 所以这些都有助于培养我们未来校园的媒体的人才 也增加大家对媒体素养的提升 我觉得是非常棒的活动 吴志阳县长在致辞时 特别感谢北建等三家有线电视公司的长期赞助 让桃园影展一年比一年更加盛大 更培育许多优秀的影音制播人才 讲好的故事与更多人分享 展现桃园的人文与活力面貌 今年入园有四十几件 当然也培养出很多 随着校园人才 也培养很多未来的离安 跟未来的未得胜 当然今年的参赛的作品 入园的作品里面 四十几件 我们北京有线电视的话 会安排在七点到 每天晚上七点到八点的时间 在我们第三频道的公共频道里面播出 那届时我也欢迎所有我们的 这个桃园的详细 一起来收看精彩的节目 这次影展四十六件入园的作品 每天晚间七点到八点 在北京有线电视第三公用频道播出 想看看来自各学校 社区不一样的作品 也请观众朋友按时锁定 记者古金颖龙潭报道 入园一家购物中心 与北京有线电视合办三对三斗牛赛 吸引了两百多队报名参加 学者们拿出看家本领 展现精湛球技 各队都以拿下冠军为目标 也希望有机会能够把最大奖 爱佩兔拿回家 一家购物中心共同举办 令人热血沸腾的三对三斗牛赛 现场加油打气声慈禧笔落 业者表示 这次活动吸引两百多队报名参加 其中不乏有学生北上参赛 这次最大的特色就是 我们的比赛名称 旧i Playbook 这个i就是现在时下最夯的 我们要送iPad2这样子平板电脑 那在我们只要各组进十六强的部分 都可以来抽这个iPad2平板电脑一排 所以报名的情况非常踊跃 北京跟台帽已经合作了三年的三对三来就赛了 每一年参加球队数的增长 那北京也协助台帽这边的很多的广训商的一些配合 让更多的人知道台帽三对三的篮球赛 希望在未来的时候呢 这个三对三篮球赛能够逐步的扩大 让整个桃园地区的所有民众都能够来参加 要拿下这届三对三斗牛赛最高荣誉 还为选手展现最佳球技 不只国高中生斗智激昂 就连报名社会组的选手也使出浑身解数 希望赢得比赛前三名 有机会将最大奖iPad2带回家 我们是选招高中 然后就是在网络上看到这个比赛 然后就我们三个组成一队来打 希望这次比赛能打冠军 已经进入冠军赛了 希望能打冠军 起源于美国接投的三对三篮球赛 由于规则灵活 比赛时间短 赛况精彩承受新少年喜爱 不论是一对一单挑 耳朵为呼尬 或是三对三斗牛都极受欢迎 不过打篮球免不了肢体碰撞 要避免受伤还是得小心比赛 记者卓一兹如竹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